電話裡頭一直求婚 你覺得 你還給我一百後 哈哈哈哈 你也是要電話被求婚啊 你有沒有看的 就是跟大衣服一樣啊 都在聽 我也要 好笑 當然是這個浪漫嗎 浪漫啊 剛剛準備要錄影 然後 啊 你知道嗎 我就 這樣 行行行行 欸 那我也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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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也不太明白 然後等一下 直接電話都到 不管都是誰打給你 都是拿保險的 貸款行銷 聖物園嗎 是霍宅知道啊 當時你怎麼知道 真的不知道 霍宅啊 霍宅啊 還有小孩還有什麼 我都不知道 就是沒被求婚過 電話裡頭是求婚 就 人家給你一百後 沒有 你也在電話被求婚啊 你也在電話被求婚啊 就是跟大衣服一樣啊 都在電話 不一樣啊 我也要 好笑 越遠越遠 我很祝福他啦 很好 年輕你可以這樣 有那個舊愛曾經想要求婦 可不可以嗎 倒沒有說要求婦 只是會想約我 然後吃飯 然後我有跟新美講說 啊我可能要跟一個朋友吃飯 他 是嗎 然後 他也要去 新美那些打扮比我還要漂亮 你今天 正宗是怎樣 你不會直接電話嗎 去交個朋友 應該是先交個朋友 因為我怕說我要結婚 新美會罵死我 對 你是怎樣 你是不怕的啊 你是怎樣 他說他心都死了 可是幹嘛這樣 那如果明天新美姐 突然爆出閃婚 你會怎麼樣 你會怎麼樣 你以為他覺得 其實我也知道 你身邊很少 可是我覺得 他沒有結婚 也很怕瘦 在後點 人家就不老 他不老 我都不覺得我老 我都不覺得我老 好像想像哪天 我要整婚三 我就覺得 害羞 我可以當你的花童 我可以當你的花童 那邊應該是 站起來 基本上要站邊 才有鏡子 要看那個 有鏡子 有鏡子 我還確認單身 對 你還可以 我沒有辣 沒有 我沒有什麼對象 只是有談得來的幾個朋友 朋友 有鏡子 有鏡子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皓晨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柏伊 哈囉大家好 我是柏蘇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我一直覺得 素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會 看什麼看 快聽了啦 快了 哈哈 快聽了 一次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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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